總統大選倒數時刻 想政黨輪替嗎 想啊 我真的想啊 真的想 原因是什麼 該換人的 沒有什麼原因就是換人的啦 會越做越好而已 真的 什麼都不缺就換人就好了啦 真的換人啦 你房子我真的也買不起啊 現在三重隨便一間 大概二十幾年的要一千三 我會投該投的人 那你有想要政黨輪替嗎 有 OK 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做菜爛啦 我最討厭的就是把核四停掉啦 我最討厭的事情就是這一件 想啊 想政黨輪替 我家是外省第一 我算第三代啦 所以我還是會投給國民黨 可是我比較支持柯文哲 OK 中共發射衛星 中共發射衛星 飛越南部上空 你的反應是什麼 好那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會成為接下來這幾天候選人的一個話題之一了 飛越南部上空耶 你的反應是什麼 國家級警報 還在想 反應是什麼 真的耶 可是我們在北部耶 你剛才以為是越南 我剛剛也以為 我剛剛以為是越南上空耶 其實應該就是可以換人做做看啦 畢竟我覺得今年的台灣景氣也不是很好 論經濟來講 薪水不是很多 我是希望政黨輪替啦 因為之前這個新的政府做的一些事情 還是不盡人老百姓的滿意 為什麼一定要去走高端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很很明白就可以清楚知道 這個就有利益訴訟 以現階段在執政的顏色來講的話 我們輪替看看換人做 其實也有可能有不一樣的火花 你會集中選票嗎 集中選票 會啊 我一定會集中啊 對 沒有啊你這樣的話就是說 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 我想輪替的這個黨 讓他能夠有足夠的票源 讓他能夠 選上 會集中選票嗎 不會 對就是心裡有所屬的 就會堅持到底 就是其實我之前 也是投民進黨 然後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 讓人有一點 感覺不太好 哪裡不好 像是我覺得最近這幾年 我覺得詐騙 就是特別的多 而且因為我自己身邊也有人 就是被騙蠻多錢的 國中生 然後去歌喉的那個案子 然後我是覺得 就是政府一直沒有很重視 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會希望就是 不要一個有那麼激進派 可以和平相處的 尋找共存的方式的一個 候選人出來 你說在兩岸之間嗎 對啊兩岸之間很難 很難擺脫吧 我覺得 而且靠那麼近應該 都會有生意上的往來 我覺得其實大家一起發財 一起賺錢也不錯啊 有選民表示 選戰倒數關鍵時刻 他們一定會集中選票 達到政黨輪替 你 sho